最近演起攻略大日热,在剧中纯飞这个角色的设定十分有趣,出场时,他义无反顾地站在皇后复杂室的身后,支持他所有的决定并单位驱使, 很多人纷纷猜测他希望通过八截皇后来获得名位,但看到后来才明白,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,只不过是因为他乌吉乌,因为他爱上了皇后复杂室的弟弟傅衡,纯飞的扮演者王院可,看起来清丽可人,有不少观众以为他是刚刚出道的新人, 其实不然王院可他租影视圈已经是二年了,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,是一名专业的科班演员,早在2006年的时候,他就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《金乐团》, 这是由海言小说和刘如雪改编而来的一部影视作品,他在片中扮演追求至真至纯爱情的张男,在娱乐圈亲近多年,王院可参演了不少作品, 虽然一直没有大红大紫,但对他来说这并不重要,他喜爱表演所以坚持在,这个舞台上一直走下去,然而天道酬琴付出终会有所回报,王院可终究凭借延续攻略,终存飞一脚大热起来,事业有成的同时, 人们不仅关心其王院可的感情状态,其实他早已经成婚多年,丈夫也是圈里人名叫王宇, 他们俩因为拍摄金儿团而相识,但绝对不是因细生情,因为在剧中他们扮演的是一对模子,金儿团剧组是他们相识的媒介,让他们有机会相互了解,最终走入婚姻子殿堂, 婚后,两人还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,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叫一模,一样,老公很帅,宝宝也很可爱,王院可真的是人生赢家了。 感谢 王宝宝 感谢观看